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打卡 我们织完了第九组字符 定位了第十组字符 看看我们这个第九组字符织完了 然后呢在这儿定位了这个大LV 我们现在织了几组呢 从这儿到这儿算一组 然后从这儿到这儿是第二组 现在我们织完了这个两组字符 还是挺漂亮的 是吧 这个色彩搭配起码不撞款 织了两组字符 我大概算了一下 就从这个L到下一个L呢 那么大概三十公分 那么三十公分我要织五组字符 就三五一米五 然后再加上堵头的这个小字符呢 大概有十公分对吧 一边十公分两边二十公分 那么大概也就一米七左右 所以说最后我要看哈 我现在呢就是一样颜色的线 我两团你看了吗 还剩有这些 然后我要看最后我要用多少线 最好把整个一团线呢都织完 能织多长就织多长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打卡 织织 知道这就不用看图纸了 有的时候看着花形往下织就可以了 还有一半的这个一半的线要织 不过也快一天织点啊 也不用着急 这东西就是养性磨性子的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就是织的就挺快了 一开始吧 这两根线你这个还是不是很不是很习惯 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昨天呢天气挺好 我就说到附近的毛线店去转一转 一共走了两家店 其中一家店呢就是很大 但是呢进去了以后吧 它跟货仓似的仓储似的 然后毛线比较凌乱也很难选择 所以说呢转了一圈很快我就走了 接下来我又去了另外的一家 另外的一家我就非常喜欢 那里的这个owner啊就是店主啊也特别的热情 然后对于这个毛线的这个编织 颜色和这个线材啊都非常的有经验 那我想这家店啊今后我也会经常的光顾 我把那个这家店铺的这个地址呢回头分享在下边啊 附近的朋友呢可以去探探店啊去转一转 然后最近在编织的时候呢 也没什么好看的剧 前些日子吧那个老闺蜜看完了 后来找了一个分数评比比较高的一个叫王牌部队 哇塑造了一群有灵魂呢有本事有血性 有品德的新一代军人 还挺好看的 没事的时候可以追着这个剧打开看看 没事 我们这个知道了大L的这行定位 那么这要多出两帧 好看吗 然后翻过来呢看看 翻过来就是这样子的 还是蛮喜欢的功夫没有白费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看哦 好看哦 谢谢观看